欢迎您继续收看华人世界 美国旧金山的唐人街是美国西海岸最大规模的唐人街 也是亚洲之外最大的华人社区之一 那里是让出道美国的中国人倍感亲切的地方 一次偶然的机会听到的一首中文歌曲 让出生在美国成长在美国的华人彭德慧找到了人生的方向 同时也和旧金山唐人街结下了不解之缘 旧金山的唐人街是美国历史最长的唐人街 各种华人社团在每年的中国传统节日 例如端午节 中秋节 中国新年等 都会组织各种形式的中国节目来庆祝 特别是中秋节的百街会场面非常 彭德慧发现唐人街就是自己新的舞台 于是彭德慧的身影开始不断出现在旧金山节日的舞台上 人们也从他的演唱中听到了优美的中国歌曲 他叫彭德慧 祖籍中山沙西在美国夏威夷出生并长大 现在则生活在美国旧金山 为了能够让旧金山的唐人街能不断地向世人展示中国文化 彭德慧发起成立美化华步小组 并在这个小组里他担任共同主席 2003年SARS疫情的时候 旧金山唐人街也受到牵连 平日里熙熙攘攘的街道顿时变得寂静无人 各种生意也是一落千丈 为了挽救这种局面 彭德慧自己拿钱出来 请来两只醒尸 每个星期都在唐人街上进行表演 这个举措不但吸引了媒体的注意力 还得到当时旧金山市长的支持 旧金山唐人街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热闹 不是说等到有钱来才做 那时候不应该教艺术的人 就不是说看钱是这么紧要 二来我家又不是说好 不是说等钱开饭 所以我仍然花这笔钱 披着这些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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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些壞戏出去 彭德慧的父亲和母亲 都是美国夏威夷的中山华侨 曾经也都接受过良好的中文教育 和所有身处海外的华人一样 他们对故乡始终都有着一种 不能割舍的中国情节 所以彭德惠很小的时候 就从父母那里得到 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 对中文有着特别的爱好 我妈妈就记得她讲过花木兰 她就讲跡跡跡木兰什么跡 我有这种印象 有时候有讲讲一些唐诗 她说回头一望百眉生 我又学到一些床前明月光 小孩子就有印象 因为我妈妈就算是 在中山那时候 她就是数一数二的高材生 在夏威夷 彭德惠除了在英文学校读书以外 每天还要到以前 孙中山先生就读过的 明伦学校学习中文 由于对中文的特别爱好 她读书总是非常刻苦 当同学们还只会写自己名字的时候 她已经能熟练地阅读了 彭德惠总是积极地 接受各种有关中国的信息 有一天从中文电台 传出了一首中文歌曲 让她感觉到了前所未有的陶醉 有一次偶然听到一个周旋之歌 那支天涯歌 我记得 我就很喜欢很喜欢那支歌 我就说 我一定要学中文 要买些碟 日夜地听过那支歌 歌曲《天涯歌女》七瓦的旋律 和歌女周旋那柔美的嗓音 以及从歌中所散发出来的 浓厚的东方色彩 都让彭德惠迷恋 她开始如痴如醉地 学唱各种中文歌曲 甚至还梦想像周旋一样 成为一个歌女 这首歌我最喜欢的 还有歌就说夜来香 那南风吹来清凉 那阴阴提升起疹 月下的花都热梦 只有那夜来香 吐露这芬芳 《天涯歌女》是上海三十年代 一个马路天使的插曲 那支周旋它的特色 就是江南那大的旋律 很少人唱到它这么风味出来 尤其是《天涯歌女》 就很难很难 由于父母反对 彭德惠后来打消 当一个歌女的念头 但是对音乐和中文歌曲 还是一如既往的喜爱 高中毕业以后 她进入到旧金山音乐学院 从此她也确立了自己 成为一个音乐艺术家的人生目标 正正式式做个艺术家 一定要入大学 进完大学之后 我专修音乐和外国原语 因为我们读音乐 一定要学意大利 法国 德国 我又收日文和西班牙语 来到三藩市 我第一个兼职工 在一间戏院里做 那时那间戏院 专门是做方言分的戏 就是那些广东戏 我怎么学到古文出来 就是因为看一些字幕 她唱那时不是有些字幕 我学到那些 不是正正式学到古文 但是唱粤剧那些文字 我很认识的 我听到那些词 我也很迷粤剧 经过了医院学院的专业训练后 彭德慧已经有足够的实力 可以登台演唱了 但是这个时候她发现 自己所引以为豪的中国音乐 并不能进入美国的主流社会 作为一个华裔的歌手在美国 也是不容易找到登台表演的机会 想成为一个职业歌手 就更是难上加难了 主流社会 第一 就不会说 怎么会欣赏你的中国音乐 它就觉得 是西洋音乐 才是有水平 我就不是这么看法 因为我自己喜欢 所以好像有一种叫做挣扎 我们中国音乐 有中国音乐的好处 有中国音乐的优美的地方 彭德慧利用各种机会 在不同的舞台上演唱着中文歌曲 更多的人开始认识这位 看起来有些柔弱的东方女性 但是彭德慧并没有就此满足 他还想把中文歌曲 推向更广阔的领域 从旧金山音乐学院毕业的时候 他举办了一次小型的个人演唱会 当时的情景 他至今还记得 我记得是69年 当时刚刚就大学差不多毕业了 就在音尊那里 你们一定要开一个演唱会的了 我觉得我都终出来 跑一下了 就在附近一个图书馆那里 开个音乐会 就唱一下中文歌和英文歌 那时候就全部爆棚 彭德慧最后因为身体体质的原因 而不得不放弃了频繁的演唱 他接受了老师的建议 转入声乐教学 于是他又进入旧金山市立大学 音乐系深造 获得硕士学位以后 他又留校当了讲师 彭德慧在自己的演唱和教学当中 逐渐发现 要把中国歌曲更好地推广开来 让人们不但感受到 中国歌曲优美的旋律 还要让人懂得歌词的含义 他开始对部分中国歌曲 进行英文翻译 最近他就在排练一个话剧小品 里面的插曲 孟江女 就是他翻译并演唱的 是很难找到一位演唱 也能唱到一位演唱 在SanFrancisco 有几个人 我们有很好的演唱 有美丽的声音 但她不是所有演唱 Finally, someone suggested that we talk to Wilma, and I'm very grateful that Wilma was available, and has a beautiful voice, and also plays Gu Zhong, so we'll have singing and traditional music, which I think will make our show fantastic. I've been talking to other people about it, and the story I think people are interested in, but the idea of having live music is very attractive to audiences. 如今的彭德惠,雖然不能在唐人街上再經常演唱,但是他把自己 的家卻安在了舊金山的唐人街上,而且一住就是二十多年,因為 這裡的人是他熟悉的,這裡的氛圍是他所喜愛的。 想像自己已經站在了那條大河的旁邊,真的看到了翻滾的波浪, 聞到了稻花的飄響。 我媽媽小時候就帶我們去越來路、中山市,去探我爺爺,就很模糊的,那些人長。 我們在美國長大的,就回去家鄉尋根。 彭德惠對故鄉中山一直有著深厚的感情,他長大以後,曾先後三次回中山做尋根之旅。 雖然美國的生活都習慣,我和主流也是在大學教書,但是回到中國,這個感覺就是很親切。 我那時候爺爺、太公都在這裡長大,回去看那些房子,就覺得很,我都是在這裡,就是這個感覺。 彭德惠總是願意用自己的歌聲來向更多的人宣揚他始終喜愛的中國音樂。 用自己的歌唱來向故鄉中國表達自己永遠的祝福。 一條大河,波浪寬,風吹到花香兩岸,我家就在岸上。 彭德惠雖然已經不能在唐人街上演出了,但是平日裡,他仍然會在舊金山唐人街的家裡唱起那一首首中文歌曲,抒發對故鄉的思念。 對他來說,這樣已經是一種很愜意的生活了。 在海外有許許多多像彭德惠一樣的華人,從事著和中國文化有關的事業,以此和中國傳統文化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繫。 好,華人世界,我們的家,今天的節目就到這裡。 感謝您的收看,下期同一時間,我們再會。